这郭福成的新女友曝光之后呢 有不少网友啊 说是跟黄小明的老婆 Angela Baby挺像的 这话传到黄小明耳朵里 她可是有点不高兴了 新婚两个月 可教主头上只顶着三个字 忙忙忙 你们以为她享受甜蜜好时光 她却来跟你大道苦水 不仅没时间出去度蜜月 现在反而跟老婆见个面都难 结婚两个月只见过一次面 妥妥的一对苦情的异地夫妻 她只是出去过一天而已 一起工作一天而已 那都是她工作发布的 婚礼上受了那么多早生贵子的祝福 但教主表示 就咱俩这到处奔波的节奏 目前是别想了 顺其自然吧 因为大家都太忙了 这不提还好 你们一问baby是什么状况 倒是勾起教主的相思之情了 小明同学也是下了狠心 再忙也得回去见见老婆 她其实有点黏人的那种人 很喜欢跟我撒娇啊什么之类的 所以我只要一有时间 就要飞去上海陪她 她真的在我心中是最好的 如今这个世道啊 评价一个姑娘美如baby 好像已经成了一种超高规格的赞美 就连郭天王的嫩魔新女友 也被大家认定为 安吉拉baby的复刻版 不过听到大家这样讲 教主倒不是很同意 你们脸盲 可我是有一双 辩人嫩魔网红的金金火眼哦 我觉得不太像 但是我祝福他们的练琴